新婚34天后,怀孕5个月的妻子离奇失踪 丈夫心急报警,却发现妻子是主动出了国 他为何一句话不说就默默离开 调查过后,男人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 他的每交妻只是一个大骗子 而自己只是他众多猎物中的一个 欢迎回到案件调查中,我是老迪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案件调查 2015年6月18日晚上10点多 深圳南山区派出所来了一个神色慌张的男人 他告诉警察,自己刚结婚34天 怀孕5个月身孕的老婆就不见了 一听可能是失踪案 警察立刻让男子登记了详细情况 让警察没想到的是 来报案的这个男人还不是普通人 男人叫做李平 是深圳一家基金公司的董事长 身家资产在深圳都是排得上号的 虽然陈年人失踪要24小时后才能立案 但警察猜想 李平的妻子张书丹会不会是被人绑架了 目的就是索要赎金 随即警察对张书丹的行踪进行了调查 并且让李平回家等消息 牵挂妻子的李平很事不安 但也只能寄希望于警察了 第二天晚上 交集等待了一天的李平再次来到排除所 警察给了他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查到张书丹的去向了 可是李平还没来得及高兴 警察的下一句话却让他如坠并哭 原来张书丹在18日中午11点30分 就从深圳湾口岸过关到了香港 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搭乘当天的航班 飞往了美国洛杉矶 李平想不明白 自己跟张书丹结婚才一个多月 他为什么会一声不吭就独自跑出国 甚至还把自己的电话都拉黑了 难道是自己最近做了什么事 惹老婆生气了吗 为了弄清楚真相 李平把最近几天发生的事 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随后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又慌慌张张地回家了 回到家后 李平迅速翻找了自己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 不看不要紧 一看他彻底心凉了 原来他的身份证 八套房产证 结婚证 港澳通行证 护照 护口本 统统不见了 跟这些重要证件一起消失的 还有家里的一些金银珠宝 能不动声色带走这些东西的 只有这栋房子的女主人张书丹 此时李平不得不承认 自己被心爱的妻子骗了 张书丹不是失踪 而是写款潜逃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书丹会不顾肚子里的孩子 抛弃丈夫跑路 这一切都还要从 他和李平的出狱说起 2014年9月 李平受邀参加了一场商业酒会 这场酒会和往常没太大区别 跟一些合作伙伴寒暄完后 他正觉得有些无聊 这时一道轻力的声音喊住了他 来人正是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张书丹 看见面前年轻貌美的姑娘 李平礼貌地点了点头 随后接过了张书丹递来的名片 原来他是深圳市建设银行的客户经理 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认识一些潜在的客户 为自己开展一些新业务 看着眼前的美女 李平不自觉地跟张书丹多聊了几句 谈话间 他似乎感到这个女人有些不一样 他大方开朗 支持渊博 更重要的是 很会感受和照顾别人的情绪 和他聊天 格外地让人轻松愉悦 于是在酒会结束之后 李平和张书丹互留了微信 不过李平平时工作繁忙 张书丹也没有主动联系他 渐渐地 他就把这段美丽的邂逅忘在了脑后 直到一个月后 李平第一次收到了张书丹的微信消息 看到再骂两个字 他本想直接忽略 但是看到对方的微信头像 似乎是上次酒会认识的美女 好奇心驱使李平点了进去 张书丹只是简单地问候了一下李平 表达了一下期待以后 能跟李平公司有业务往来 虽然对话很简短 但是张书丹和旭俏皮的语气 让李平又生了不少好感 之后的日子里 张书丹时不时就会找李平聊天 内容也不只是工作上的事 他们之间的相处越来越像朋友 偶尔还会出去约顿饭吃 作为一个40岁 还有过一段婚姻的男人 李平不是不知道 张书丹对自己有意思 对方年轻漂亮 有学识 还这么仰慕自己 他自然没有理由 拒绝来自张书丹的嗜好 在相处的过程中 李平了解到 张书丹不仅跟自己同是陕西汉中人 更巧的是 他们还都是武汉大学毕业的 诸多巧合 让他更觉得两人有缘分 也不禁对这个追求自己的小学妹 亲近了起来 感受到李平对自己态度有所转变后 张书丹高兴不已 忍不住就在这个男人面前 展露了自己柔弱的一面 一次酒后 有些罪意的张书丹告诉李平 他三岁的时候 父母就离异了 因为自己是个女孩 所以父母都不想要他 被人嫌弃来嫌弃去 最后他被一对年末的老夫妻收养了 虽然新家很穷 但是爷爷奶奶对他很好 他为了今后能好好报答爷爷奶奶 努力学习考上了武汉大学 毕业后又孤身一人来到了深圳打拼 虽然别人都羡慕他 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命运 但其中的酸楚和孤独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见往日总是笑脸迎人的张书丹 在自己面前落泪 李平的保护欲瞬间爆发 他将张书丹搂进怀里 许下了要照顾他的诺言 之后两人便正式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在一起后 张书丹对李平更加关心 平日里嘘寒温暖从来没有落下过 甚至还时不时会去李平家里 帮他做饭收拾屋子 这让离婚多年的李平 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于是在2015年11月 张书丹第一次提到 想和他搬到一起住时 李平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同居之后没多久 张书丹就以银行工作忙 不能好好照顾李平为由 辞掉了工作 李平家产颇丰 不在意养一个美娇娘 并且有一个知心人 每天在家里 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他们两人的同居生活 不得不说实在是甜蜜 这样的温柔香 也实在让单身多年的李平沉迷 也因为张书丹 比自己小十岁 所以李平总是对他包容许多 辞掉工作之后的张书丹 除了照顾李平 平日里几乎没有其他的事情 他只能用逛街购物来打发时间 每次他只要看上什么名牌奢侈品 只要给李平撒个娇 就能轻易得手 花钱就能博美人一笑 李平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但后来张书丹要的 就不仅仅只是这些东西了 2015年2月 李平刚下班回到家 张书丹就飞快地赢了上来 他一脸兴奋地说要告诉李平 他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李平顿时喜笑颜开 见李平这么高兴 张书丹顺势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但李平一听却冷静了下来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 他身居婚姻不善儿戏 对于他这样的富豪来说 更是 一旦结婚 要涉及的就不仅是两人的感情问题 更牵扯到了财产利益 他跟张书丹结实才不过半年 谈婚论嫁确实早了点 所以考虑再三后 李平将结婚的事搪塞了过去 没能得到李平确切回复的张书丹 并不生气 反而体贴地让他不要多想 见张书丹如此善解人意 李平越发满意了 虽然不能马上结婚 但他也不介意在物质上多补偿一点 他想既然已经有了孩子 两人迟早会成为一家人 也就不用计较这么多了 过了几周 张书丹突然哭着跟李平说 奶奶病危 自己得回家去看他 李平本想也跟张书丹一起回老家 但他公司实在脱不开身 就只好给了张书丹一张信用卡 让他放宽心 回去好好照顾家人 张书丹这次一走就是一个月 在李平问了他好几次 什么时候回来后 他又哭出了声 原来这一个月 李平给的信用卡花得快差不多了 奶奶的病还是没有起色 一听张书丹哭成这样 李平心软得不行 挂了电话就又给他打了几碗过去 这一次之后没过多久 张书丹就从老家回来了 回到深圳后 他又向李平提出了结婚 他说孩子月份慢慢大了 家里人也担心了 希望他早点定下来 这一次李平答应了结婚 2015年5月15日 他们二人领了结婚证 又在6月份回张书丹老家办了婚礼 在老家的时候 张书丹提出想在老家买一套房子 让爷爷奶奶能住得好点 既然两人都成了夫妻 张书丹的要求也是出于孝心 李平没有拒绝的理由 最后他拿出50万 在汉中定下了一套房产 还在房产证上加上了张书丹的名字 办完这些事后 工作繁忙的李平就带着张书丹回了深圳 他以为今后两人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然而没多久 张书丹又提出了要买一套两人的婚房 看着怀着自己孩子的娇妻 李平毫无抵抗力地答应了下来 于是他又在南山区付了700万首付 买下了一套价值3000万的房 同样在房本上写上了张书丹 到现在他们之间还都是正常的爱情故事 但买房没多久后 张书丹再一次提出了要李平资助自己 他说不想一直待在家里当家庭主妇 也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他想住在公司做互联网业务 等他有了自己的事业后 还能帮李平减轻一点负担 见妻子怀着孕还这么有上进心 李平再一次掏出了自己的存款 6月18日上午10点左右 李平筹集了274万 转到了张书丹的账户 收到转账短信后 张书丹十分欣喜 他当即领出包准备出门 他说要去银行把存款证明办一下 顺便买点菜回来 做一顿大餐好好感谢李平一下 不放心妻子 搭着肚子一人出门的李平 提出了也一起去 但是张书丹说自己很快就会回来 让李平安心在家休息一下 傲不过妻子 李平只好留在了家里 只是他没想到 张书丹这一次 竟会一去不回 等到晚上张书丹都还没回家 有些着急的李平 给他打去了电话 然而一直显示无人接听 他发出的信息 也是时辰大海 李平心里越来越不安 于是晚上10点多 他立马赶到了派出所报案 谁知这一次 他得到了最不想知道的答案 他真心喜爱疼惜的妻子 竟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骗子 如今李平的证件 全都被张书丹带走了 他们二人的婚姻关系 还没办法解除 因此张书丹随时 都能以妻子的身份 变卖李平名下房产 卷走他的财产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李平 来不及难过 他赶紧又去报了警 想要追回自己的财产 受离案件后 警察立即对张书丹展开了调查 这一查竟又查出了不少 李平完全不知道的秘密 张书丹确实是武汉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因为出色的外貌 他还被评为了笑话 在校期间就有不少男生追求他 不过张书丹眼光颇高 他最后选择了一位 家境不凡的男生交往 毕业后还立马跟对方结了婚 但是他结婚后 并没有过上理想中 豪门太太的生活 因为他的婆婆看不上 他农村姑娘的身份 一直想着让他们小夫妻离婚 张书丹的老公 也一直靠着家里生活 跟着他 张书丹花钱都必须报备 每天被人针对还不自由 很快他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而此时 张书丹的丈夫也出轨了 得知此事后 他顺势提出离婚 并为自己争取了一大笔补偿 离婚后的张书丹 没了经济来源 虽然分了部分财产 但这远远不够支持 他日常的开销 于是张书丹注册了一家 书上美健康管理科技有限公司 他找了十多位年轻女孩子 专门培训他们勾引单身富豪 其中有不少都是银行的职员 借用他们职业的便利 接近银行的VIP客户 李平就是张书丹盯上的猎物之一 得知这些事后 李平又震惊又气愤 想起张书丹肚子里的孩子 以及他交往期间的出轨行为 让李平不得不怀疑这个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他请求警察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将张书丹抓回来 但是如今张书丹已经逃往国外 想要抓他将他定罪谈何容易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任何进展 等不及的李平决定自己动手追查 他首先做的就是重新办理了自己的证件 并向法院申请了冻结房屋产权 同时还请了私家侦探在美国调查张书丹的行踪 面对李平的追击 张书丹并没有坐以待毙 他竟利用互联网将自己打造成了 一个被辜负的可怜孕妇形象 恶人先告状地在朋友圈捏造了一篇文章 通篇都是在说自己有多可怜 说李平是一个有迫害妄想症的精神病 不了解内幕的人信以为真 李平的名声也因此大受损伤 甚至危及到了他的公司 见张书丹如此嚣张 他不但不悔改 还要泼脏水 李平的愤怒无处发泄 他只能加紧了追查的脚步 只是这一查就是五年 为了躲避李平雇佣的私家侦探 张书丹生下孩子后就开始了逃亡生活 而孩子出生后 李平也终于确认 孩子父亲真的不是自己 而是张书丹诈骗团伙里 一个叫林庆的男人 也是这个男人 一直在帮着张书丹转移财产 后来为了抓住他 李平假装自己失望之极 放弃了追查 等风声过去了之后 林庆真的回了深圳 准备变卖南山区的房产 然而等他一回来 就被警察抓了个阵着 少了同伴的张书丹 在美国更加孤立无援 他东躲西藏 一直从洛杉矶 跑到了美国沙漠地区 菲尼克斯 为了获得一个新的身份 张书丹在那里 又勾搭了一个新男友 但是他没想到 这个男人早就被李平雇佣的侦探收买了 2018年9月 获得张书丹具体位置的李平 追到了美国 最终在一个小型机场 抓到了他 潜逃了5年的张书丹 最终在美国接受了审判 他被法院判处 65年有期徒刑 后半身都将在桑那州边界 徒僧外义女子监狱里度过 从农村走到城市 从没有人要的小孩 到五大高材生 张书丹无疑是很聪明的 但是他却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了钱财 走上了一条歪路 如果不是碰到李平这样执着的人 或许至今他都还逍遥法外 所幸最后正义还是得到了伸张 张书丹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关于这些案件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案件调查中 各位原方下期见